白玉蜗牛 而且具有多种药用价值和保健功能 蜗牛的内脏和窝壳一样有着较高的利用价值 养殖白玉蜗牛投资少 见效快 经济效益非常显著 下面我们就请出今天的主角 白玉蜗牛 生物学特性 形态特征 白玉蜗牛是从鹤云玛瑙蜗牛中培育出的新品种 因它的头 颈 腹 足 以及身体的肌肉全都色如白玉 所以人们称它为白玉蜗牛 白玉蜗牛的头部发达又强壮 成圆筒形 前端两侧分别长有两对触角 前面一对稍短 后面一对稍长 随着肌肉的牵引而伸缩自如 长的触角又称之为大触角 在它的顶端有两个小黑点 那就是蜗牛的眼睛 靠它 蜗牛能辨别昼夜和感应光的强弱 而短触角就是蜗牛的嗅觉器官 可以闻到气味和找到食物 蜗牛的生殖器位于头部前端的右侧 在长触角肌部的下方 白玉蜗牛的贝壳特别大 呈长头颜形 板栗色 表面有明显的螺旋纹 一般有五至六个螺层 螺旋布呈圆锥形 生活习性 怕光 白玉蜗牛非常害怕阳光直射 所以在白天的时候 它们都特别的安静 通常是浮在地上不动的 只有到了晚上 它们才会出来活动和寻找食物 洗土 白玉蜗牛喜欢钻入土中积析 在土中 它们可以吸取养分 调节体内水分和温湿度 而且 白玉蜗牛的产卵 也是在土中进行的 石性杂 白玉蜗牛是杂实性动物 一般以绿色植物为主 尤其洗食绿色植物的叶片 它们不喜欢食用 带刺激性气味的食料 尤其是盐和咸类食物 温湿度要求高 白玉蜗牛喜欢在高温 高湿 阴暗 潮湿的环境中生活 当环境温湿度不适宜时 它们会将身体缩回壳中 并分泌出粘液 形成保护膜 封住隔口 以应对不良环境 当环境适宜后 它们便会自动溶解保护膜 重新开始活动 白玉蜗牛适宜的环境温度为 16到30摄氏度之间 最适合的空气湿度为 60%至90% 饲养土湿度应保持在 40%左右 生产性能 白玉蜗牛个体大 繁殖率高 经过六个月的饲养 就可以繁殖后代了 它们交配受精后 10至15天就能产卵 每只种蜗牛年产卵4至6次 每次产卵100至300粒 只要人工控制好温湿度 成活率可高达90%以上 养殖场地的选择与建设 蜗牛是自然界中的野生动物 而白玉蜗牛是人类通过 长期的反复改良筛选 培育而成的 所以在人工养殖过程当中 我们要尽可能地模拟 适合蜗牛生长的环境 让它们在人工造就的 这个环境中 能够健康快速地生长 饲养场地的基本要求 温湿度的控制 是养殖白玉蜗牛 成败的关键 因此 在建造饲养场地时 就应该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首先要选择通风 保温 干净的空房 作为养殖室 墙壁的四周和顶棚 要用塑料泡沫板进行覆盖 然后 在房屋的四壁和顶棚 采用塑料布贴墙和吊顶 吊顶高度 以两米左右为佳 房顶最好扯线 将塑料布固定好 在塑料布的交接处 要用塑料胶带粘牢 养殖室内所有的窗户 都要封闭 仅留一个门 供饲养人员出入 这样 就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温作用了 幼蜗牛的饲养场地建设 饲养幼蜗牛通常是用饲养箱 或者是盆来进行的 在养殖室的中央 搭建水泥台 以便于放置饲养箱或盆 这样 既可以合理利用养殖室 节约成本 还能防止分养时 因温湿度的变化 给蜗牛所带来的伤害 饲养箱的制作 饲养箱最好选用水泥来制作 通常 饲养箱的规格为 长100厘米 宽40厘米 高16厘米 用水泥建造的饲养箱特别严密 没有缝隙 这样 就不用担心幼蜗牛 从缝隙中逃跑的问题了 水泥池在使用前 应用5%的百毒砂消毒液进行全面喷发消毒 成蜗牛养殖场地的建设 在养殖室内搭建电层式水泥池 以作为饲养架 饲养箱的规格一般以 长100厘米左右 高20厘米左右为佳 注意 饲养箱的最底层不能太低 通常以铺设五层砖的高度为佳 最顶层也不能太高 通常以养殖人员身受时 能轻易构到为佳 饲养土的配置 饲养土通常是用菜园土和沙子按1比1的比例配置而成的 选择含腐植质相对丰富 并且相对疏松的沙性菜园土 放在阳光下晒三至五天 进行沙虫灭移处理 然后再用网筛将沙子进行筛选 接着在筛出的细沙中倒入清水 并进行搅拌 然后将晒好的菜园土拌入细沙中 搅拌均匀后即可作为饲养土 饲养土的湿度要控制在百分之四十左右 标准的理论湿度掌握起来可能有些困难 我们不方来学习一下在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 把饲养土握在手中 用力捏成团状 然后把手松开轻轻抖动 这时如果饲养土变成了散沙 并且没有明显的干裂 也没有水分被挤出的话 就说明饲养土的湿度是比较合适的 俗话称之为捏之成团 撒之成沙 繁殖技术 白玉蜂牛为雌雄铜体 一体交配 当月龄在六个月以上 体重达到四十克左右时 进入性成熟期 并开始交配受精 繁殖季节 人工养殖只要温度湿度适宜 白玉蜗牛一年四季均可繁殖 繁殖的环境应保持清洁 土质要疏松 并确保无气味 繁殖房内以阴暗为好 以便刺激肿蜗牛的交配产卵 发情表现 白玉蜗牛的生殖器官 长在头部右侧 长触角的后面 平日里人们是看不大的 在它们交配前处于兴奋状态时 再看它们的头部 就会一目了然了 这个时候 它们的头部会出现五个角 这是它们发情的特征 也是它们求偶的表现 交配方式 白玉蜗牛是以双交配的方式进行的 它们的交配时间 一般会选在黄昏或夜晚 当两只发情蜗牛 爬到一起时 就开始亲热起来 它们的头部交错摩擦 触角粗大 有规律的摆动 然后颈部连接 相互交配受精 交配时间一般为三个小时左右 在这段时间内 一定不要惊动它们 更不要拆散它们 以免使它们受伤 也不要向它们身上洒水 以免刺激到它们 使其受精中止 交配失败 产卵 白玉蜗牛 交配受精后 十五天左右 即可产卵 临产前 它们会停止取食 寻找产地 它们会将头部 钻入饲养土中 然后将卵逐个排出 白玉蜗牛 卵是椭圆形的 卵力绿豆大小 外包一层白色发亮的膜 重约四十毫克 至五十毫克 孵化 白玉蜗牛的卵 孵化通常在盆或碗内进行 先在盆或碗内铺设 其三分之二厚度的饲养土 然后将产出的卵收集 注意 不能用手直接接触卵 要用汤勺 及时地将卵收集起来 动作要轻 收集好的卵 放入盆或碗内 然后用清水将纱布洗净 凝干后 铺盖在卵的上面 再覆盖塑料薄膜 或玻璃板即可 这时 要保证室内温度 在二十五 至三十摄氏度 大约一周后 幼蜗牛就可以出壳了 如果二十五天 仍不见幼蜗牛出现 极为孵化失败 幼蜗牛的饲养管理 从孵化出壳后 到满一个月龄的小蜗牛 称为幼蜗牛 幼蜗牛出壳三天后 就可以进食了 一周后 要进行单独饲养 幼蜗牛对饲料的要求不高 比成蜗牛的饲养 要简单得多 只要控制好温湿度 它们就可以 很好的成长 放养前的准备 在放养前 我们要将配置好的饲养土 铺垫在饲养阁中 铺土厚度 以三厘米左右 饲养土一定要铺设均匀 放养密度 放养密度 对幼蜗牛的生长发育 有着较大的影响 幼蜗牛孵化出来以后 我们要用小勺 把它们剪出 放入盆或饲养箱内 然后将洗净的青菜叶 覆盖在上面 用玻璃板 将盆盖好即可 一般幼蜗牛的放养密度 为每平方米 1000只左右为佳 温度控制 在幼蜗牛出壳后 室温要控制在 27至30摄氏度 昼夜温差不超过5摄氏度 否则容易因为温度过低 温差过大 而引起幼蜗牛的死亡 湿度控制 用窝期要求有较高的湿度 饲养土相对湿度 要保持在40%以上 空气相对湿度 保持在90% 若湿度不够 可采用喷水增湿 水只能喷洒在 箱壁或池壁上 不能直接喷洒 蜗牛的身体 也不要喷到饲料上 四味 幼蜗牛刚出壳的前三天 这些小家伙是不进食的 通常三天后才可以进行四味 新鲜嫩绿的青菜嫩叶 再加上5%的蒸熟米糠 这是幼蜗牛十分喜爱的食品 蒸熟的米糠可以直接撒在菜叶上 或撒在玻璃板上 投喂量是蜗牛自身体重的5% 每天傍晚投喂一次 七天后 我们要开始添加一些 纯玉米面 投喂量占所投喂饲料总量的 百分之三 在每天投喂时 直接将纯玉米面 撒在青菜叶上即可 卧牛的粪便及吃剩的资料 要及时清理 每天都要打扫一次 每次四味前 要先将上一次吃剩的残渣剪出 顺便把蜗牛粪便清理干净 疾病防治 用蜗牛容易受到 病原性微生物的侵害 因此 每隔一周 要对饲养室周边环境 进行消毒一次 消毒剂可采用 5%的百毒沙溶液 每隔三天 要对饲养室消毒一次 满虫是幽蜗牛的天敌 为了防止满虫的侵害 每两周 要用过氧乙酸溶液 喷洒饲养室一次 注意 喷洒时 不要喷到蜗牛的身上 只要做好上面的消毒预防工作 幽蜗牛就不会发生疾病了 一个月以后 幽蜗牛就可以作为成年蜗牛来饲养了 这时 就要将蜗牛 放养到饲养架上 进行自慰 注意 蜗牛分养次数过多 会影响它们的正常生长 因为每次分养后的前三天 它们都会停止进食 来适应新的环境 所以 通常情况下 在这次上架后 直到生长为商品蜗牛为止 就不再进行分养了 成年蜗牛的饲养管理 相对来说 成年蜗牛的饲料需求 要比幼蜗牛高得多 所以 对成年蜗牛的饲养管理 要更加严谨 放养前的准备 在放养前 我们要将配置好的饲养土 铺垫在饲养阁中 铺土厚度 以三厘米左右为佳 饲养土一定要铺设均匀 并用小木棒沿着边缘向里压 以便流出空隙 遮挡网盖 放养 放养时间通常选在傍晚进行 因为 这个时候蜗牛的活动最为旺盛 首先 要准备好干净的盘子 用小勺将盆 或饲养箱内的幼蜗牛 剪出 放在准备好的盘子中 再将盘子 放到饲养阁中 此时 放养密度为每平方米 400只左右 以后 随着个体的不断增长 由密到西 接下来 我们要用清洗干净的菜叶 将盘子进行覆盖 这样 大约两个小时以后 蜗牛就会自己爬到饲养阁里了 温度控制 成年蜗牛适宜的环境温度为 16摄氏度至33摄氏度 最佳温度为26摄氏度至30摄氏度 当环境温度下降到15摄氏度时 饲养房内应进行加温 加温可以采用无烟煤炉 注意 加温时室内空气会变得干燥 因此温度不宜过高 最好控制在26摄氏度至30摄氏度之间 当环境温度高于35摄氏度时 饲养房内应进行喷水降温 湿度控制 这一时期 养殖室的湿度要控制在90%左右 当湿度不够时 要增加喷水次数 每天在室内进行物状喷水2到3次 以加大室内空气湿度 饲料配比 白玉蜗牛是杂食性动物 一般以绿色植物为主 还要适当添加40%的米糠 30%的玉米粉 13%的黄豆粕 2%的干酵母 5%的鱼粉 10%的贝壳粉的混合精料 喂养蜗牛的青丝料和精丝料要合理搭配 通常青丝料占85% 粗丝料占5% 精丝料占10% 青丝料一般以富含水分的西瓜皮 南瓜秧为主 粗丝料是含水很少的干丝料 如以干酷的节感 同时为了保证蜗牛的饮食卫生 还要注意以下几点 从野外采回来的青丝料 要用清水冲洗干净 并浸泡一小时左右 捞住后 用刀将青彩切碎 这样就可以作为青丝料来使用了 因为白玉蜗牛的杂实性 应间隔一段时间 调换一种它们洗食的青丝料 最好每日有两个品种混合配置 饲料的卫生质量一定要做好 不得使用被其他化学品污染的资料 煤变资料和抗生素滤渣 四位时间 白玉蜗牛的喂食时间 应选在傍晚六点左右进行 喂食量以蜗牛自身体重的5%为标准 在喂食前 应先捡出原来吃剩下的资料 对于附在墙壁上的蜗牛 要用温水将它们喷醒 以促使它们进食 卫生管理 卫生打扫的时间 通常会选在白天进行 因为在白天 它们都会粘附在格子的四地休息 非常适合打扫卫生 每天都要将饲养土上的残耳 和蜗牛粪便清除一次 饲养土一定要保持疏松 多腐直至 饲养土每十天左右就要更换一次 饲养土的更换时间 应选择在白天进行 首先要将旧的饲养土清理干净 然后倒入新的饲养土 铺设均匀即可 记录管理 为掌握蜗牛生长的全过程 确保蜗牛的安全质量 对蜗牛饲养的全过程 应实施跟踪记录 详细了解蜗牛的采食量和活动量 对于聘管约 应急 你